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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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的美 呈现出来 不管唱歌 唱歌都是 把你的心里面 把你的心呈现出来 然后呢 用动作来呈现 用动作呈现你的美 然后呢 你的心都在每一个动作呈现出来 因为人家只有心是最美的 腿胳膊 只要跟心合一才美 如果不跟心合一 就是两个肉棒子 知道吧 你知道吗 你美 你会学好的 我认为你会学得很好 但是你要不断的听我唠叨 哈哈哈哈 不熟是一个方面 先熟 敞开 闭上眼 全世界只有你的动作跟你的心 跟你的心在那儿 全然地跳舞 其他的都是吃药的 跳舞的时候你的心就在那个舞蹈里面 你就是舞蹈 然后你就会喜欢上舞蹈 唱歌的时候心在唱歌 你才会喜欢上唱歌 因为你的生命跟他在一起才会喜欢 否则做什么也不会真的喜欢 心不在那儿 慢慢发现还有一个 你看 你简单地做那个动作 你知道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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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 你太快 你心不到 就是 你看 诶 这个手啊 你一定要到位 每一个东西都到位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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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诶 诶 诶 就是这个手知道 你到位到每一个关节都要到位 就是你随便做 你一个会舞蹈的随便做 这个动作都不一样 就像一个唱歌的 只要他随便哼人家的节拍都要到位 就是说 每一个 每一个节拍五音啊 就最后那个拍子要打到 四个拍子 绝对不会打成三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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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许就是大家聊天的时候 你哎哎哎这两下 你知道吧 你学过舞蹈的跟没学过舞蹈的 就哎哎哎这两下不一样 差很多的 你就随便举手这两下 你就看出来你学过舞蹈 而且你的动作很优雅 知道吧 但是如果你没学过 就是哎哎哎 真的 也不见得这样不美 但是呢 学就是学 你学过就没学过是吧 既然学过就视线出来 我就是低调 低调 低调对视线是两码 低调 低调不代表说是你 人说你啥也不知道 一定要低调到那么重 是不是不是那样 说哎呀我低调 我就是灰头土脸的每天 灰头土脸啥也不会又笨又懒 然后不动 然后呢 说我哥的吧 这不是低调 这是真的不会 我告诉你 低调的人是不自夸 不自傲 也不需要别人来认可 再谈 你知道那种低调是需要多少自信吗 他需要很自信 他才能达到那种低调 但是那种自信来自哪来 因为他什么都会 知道吧 他无所不知 别人说的东西 他都经历过 他都知道 所以他低调 因为低调是怎么来的 他拥有的太多了 所以他 他就不值得夸耀 知道吧 越浅的水 才越往处减 才越高调 因为他水浅嘛 他就需要往处减 你懂得越多越 你就自然就低调了 知道吧 大海的水太多了 他就往下边 他就显得低 知道吧 外个组小河 才能归海 水多 学得多 懂得多 要有智慧 要不你把你智慧分我 妈妈少 才希望你多一点 你知道这叫低调吗 这叫潜虚 这叫套笼 套笼 跟你聊天 玩的 这叫潜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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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